以及李行老師 大家好 我們請李行老師告訴你好了 怎麼樣的風水擺設有助於投資 一般我們講到投資 我覺得有幾點非常重要 第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每個人的能力不同 但我們一定要務實投資量力而為 再第二個 不論我們是做任何管道 或者是方向的投資 一定要做功課 那再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在投資的當下 不管是買還是賣 我們頭腦一定要清楚 因為頭腦清楚 我們才能夠判斷正確 那麼以風水 洋宅風水而言的話 那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態 它可以幫助我們頭腦清楚 判斷正確呢 第一個就是在於 我們中工通常採光好 它能夠幫助我們頭腦清晰 投資望 其實從這個平面圖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中工它是相當於 我們家裡面中心的 一個方塊的位置 那為什麼中工會重要呢 因為它相當於房子的心臟 我們知道家裡面 有非常多的方位 什麼財位啦 文昌位啦 或者跟我們健康有關的 這些病符位 或者是健康位 它都相當於是 以中工為一個基準點 用中工當一個總指揮 跟幾個氣場說 你要往哪裡去聚集 所以中工啊 最基本的要求 乾淨整潔明亮 千萬不要堆雜物 那我們的中工呢 最好我們有可以讓 自然的採光給照進來 因為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嘛 充足的陽光可以化白煞 那如果說呢 我們的中工 可能因為隔間的關係 真的沒有自然採光 那我也會建議 在空間允許的前提之下 我們可以安裝一個碧燈 或者是一個利燈 哪怕是小夜燈都可以 因為我們只要保持一個 基本的一個通常 有一個基本的採光 那至少我們房子裡面的氣場 我們能夠確保一件事情 它能夠走得通順 走得通順 其實人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最基本的 我的情緒能夠穩定 我的睡眠能夠充足 我的健康能夠平穩 只要這三點能夠達到 其實我們隔天 我們在做工作也好 投資理財也好 其實都能夠頭腦清晰 判斷正確 好 那麼這個環境達到了 如果我們真的要再進一步 我們想要透過流年風水 來幫助我們這個投資運 往上提升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接下來在2023年 其實在之前的節目 有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正才位在正南方 其實還有一個次才位 他在正西方 那麼其實我們在一樣 在風水布局 非常講究要投其所好 投什麼所好呢 同方位的所好 那麼以正西方 他在2023年喜歡什麼呢 他喜歡數字的6 他喜歡五行的金 所以如果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正西方 我擺上這個數字6 或者是數量6 又或者是我可以擺一些 金屬的吉祥物 像我相信很多朋友 家裡面可能會有 這個銅的麒麟 銅的皮修 銅的聚寶盆 那我在銅的聚寶盆裡面 我適當適量的 放一些古銅錢 或者是我們一般的零錢 當然要洗乾淨 那對於正西方的氣場 都會有幫助 那麼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比較現代的方式 因為很多的這個年輕人 可能會因為家裡面 這個裝潢的關係 他會比較希望放一些 能夠生活又符合 時尚的布局方式 所以我介紹大家 我們可以自己 去找一個金屬的鐘 像有非常多男性的朋友 喜歡這個叫做 有工業風的這個齒輪錶 那這個齒輪錶也好 或者齒輪鐘也好 我們買來了之後 我們讓這個時間 永遠停止在6點的 這個時間點 那停在6點 它符合的數字6 那這個金屬錶 或者金屬掛鐘 它也符合金屬的材質 那麼當然最後要提醒 因為畢竟這個金屬錶 跟金屬掛鐘 我們放在正西方 我們是期待要做風水 任何我們要期待 開運做風水的物件 或者是吉祥物 記得最基本的要求 一定要先進化 進化最基本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在 比方說接下來冬至 冬至過後農曆年 我們拿到廟裡面的天公爐 或者像剛剛志文哥講的 我們可以在自己 常拜的土地公天公爐 我們上順時鐘繞三圈 進行一個活法的進化 然後我們選一個祈福日 或者在接下來過年 這個非常大家喜氣的 這個日子放在正西方 我們就能夠為我們2023年 一整年的投資語 為網上加分啦 謝謝大家 哇 好棒喔 謝謝老師 我們來請教一下李行老師 2023年呢 怎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趨吉避凶 好 我們講風水擺設 要趨吉避凶之前 其實我們在選擇房子 不論是我們買房 或者像剛剛Yuki 有講到的住房子 都是一樣 我覺得今天一個環境 我們一定要先 先挑選清楚 最好就是它在採光 通風 濕度上面 都要適合我們人長時間居住 這樣就能夠盡量去避免 可能遇到一些怪怪的事情 那麼當然很多時候 一些比較特別的經驗 我們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那我們如何預防 又或者是說我們遇到 真的遇到一些怪事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避免 讓這些怪事來煩惱我們呢 那其實在很多的這個 風水的化沙物裡面 像我們常聽到的 像是上海鎮啦 八卦鏡啦 那如果說各位朋友 你們家裡面也有這些 化沙物的話 你可以仔細去看 因為在上海鎮 或者是八卦鏡裡面 都會有一個圖騰 叫做先天八卦 那這個先天八卦 它有另外一個名稱 它叫做福西八卦 所以它這相傳 是古早的福西式 它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八卦 那為什麼這個先天八卦 它能夠化煞呢 因為這個先天八卦 它包含了我們易經 裡面所有的天地之間的 一個變化 所以它集合了 集合了所有天地的這個正氣 那在易經裡面 有一段叫做說卦傳 它這個說卦傳 它是這樣子 各位朋友 你們看這個先天八卦 它這個順序很重要 你們在擺的時候 是上面這個錢卦 它一定要是朝上 因為錢為天 然後在昆卦一定是要在下面 昆為地 所以說卦在裡面說了 天地定位 山則通氣 雷風相波 水火不相射 光這幾個字 它就已經把完整的易經64卦 它已經完全的包含在裡面了 那其實這個剛剛講的這八個元素 其實就是天地之間變化的這個正能量 所以只要家裡面 不管是說我掛上海鎮 又或者是我在房子裝潢的時候 又有非常多的這個朋友 喜歡做這個園藝造景 那你就會有一些風水老師建議囉 你啊 外面有一個外煞 但是如果你能夠在造景 這個周圍啊 你可以暗藏的先天八卦在裡面 你不僅可以把外煞給這個去除掉 你還可以正宅 那利用這個先天八卦正宅之後呢 那就能夠趨吉避凶好運來 可是呢 因為以現代而言 畢竟寸土寸金 不見得每一位朋友家裡面 都能夠做這個園藝造景啊 那也許有些這個年輕的朋友 也不見得能夠接受說 我這個裝潢那麼現代的房子 你要我在大門口刮一個上海鎮啦 那當然 其實只要有這個先天八卦的圖騰 它本身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就具備了天地之間的正氣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很多人會選擇在這個脖子上面 我帶一個隱藏式的先天八卦 那又或者是說呢 現在大家最常用 每天用的這個電子的3C產品 就叫做手機 所以呢 如果能夠接受的話 不妨呢 我們可以把手機的桌面 我把它這個先天八卦 隱藏在手機桌面裡面 那當我們遇到一些 不管是說在睡眠方面啦 或者是氣場方面 又或者是我生活工作上 我需要常常到外地出差的時候 它就能夠無形之間 保護我們 那讓我們不管在生活上 睡眠上 都能夠順順利利 那以上這個方法提供各位作為參考 中詞 capitalist 你 小太財 中詞